來這裡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的話呢 他說下面的圖問你哪一個是正常狀況 講正常基本上呢在跟幾個東西做比較 也就是呢不正常的可能是聲音現象 不管是一般的聲音還是強烈的聲音 總之就是怪怪的 那一個是聲音現象 另外一個是反聲音 所以這裡說的正常只是在跟他們做比較 也就是說有聲音來有反聲音來是不正常的 那這一題討論的不是不正常 而是一般的時候我們究竟如何 所以他才說在正常的狀況究竟如何的條件吧 那題目它告訴了一些符號的意義 我們還是先來把它給看一下 這裡呢說呢H是高壓中心 高氣壓的中心 L是低氣壓的中心 問你到底哪一個才是我們真正符合 我們大氣海洋附近的這樣子的一個環流的模式 所以相由是個選項 這裡有畫東邊有西邊 那個東邊西邊呢基本上指的都是大海 所以這裡他說了是大海的 南半球的南太平洋這個大海 然後赤道附近到底怎麼了 所以記得這長年這長年的習慣成的叫做 赤道附近北半球東北西風 南半球是東南西風 所以現在題目說的是南太平洋應該是東南西風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叫做它的箭頭在海面附近 到底有沒有從東邊往西邊 利用這個就可以刪掉一些了 所以我把畫面變小一點來看 這裡呢你看到的叫做我們的A選項 誰是東到西嗎 不是也可以拿掉了 B選項似乎是對的 是有東到西 可是我們要再考慮其他的 C選項東到西嗎 沒有 所以呢 A跟C都不要看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話呢叫做呢 去看一下它標的H跟L 也就是如果就B選項 你可以發現這裡標了一個H 但是H會是一個上升的氣流嗎 高壓中心應該是下降氣流吧 就拿掉了 我們來看三個剩下最後一個 來 最後一個就是我畫的老半天的賊 我把它給放大 一起來看它 來 這個題話呢 我這裡寫了 我們從大海來看喔 這裡的話呢 習慣是我們知道正常年的時候 密魯外海東太平洋 丟泳成現象 丟泳成流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都是因為我們的風吹 所以我這裡寫了風吹 叫做吹的東南西風 畢竟現在在藍半球 所以吹的東南西風 風再吹 這個水跟著流動了 所以呢 水跟著流動 把大海的水由東邊往西邊帶 所以老實說 西半邊的水位 大海的海平面那個水位 西半邊正常年呢 會是比較高一些的 所以我這裡寫一下高水位 這三個字好了 一直正常而言呢 我們的西太平洋水位比較高 而東太平洋呢 水位是比較低的 所以呢 也導致了這樣子的狀況呢 永生現象來補充水 所以永生有事上 是一個補充的動作 那麼不論如何 照著呢 這個 永生現象 溫度比較低 溫度比較小的海水 跑到了海平面附近 所以這裡的溫度 海水的溫度 大氣的溫度 這裡才會寫雞小 異施 東太平洋溫度比較小 西太平洋溫度比較小 西太平洋溫度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常說溫度低的 應該呢 熱脹冷縮的冷縮 一個高壓的狀況 高壓下沉氣流 相對的西太平洋 溫度比較高 是一個L 所以這裡標了一個L 有吧 然後這裡L呢 上升氣流 所以我上面才會畫了一朵雲 所以這是正常的狀況 然後正常的狀況 就順便記一個名字好了 正常的狀況呢 大氣這樣子的流動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 沃克環流 所以我這裡用那裡 很紅色的血包 你有沒有看到 這叫做沃克環流 所以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正常年 沃克環流究竟如何了 就到這樣囉